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芬奇很快就画好了 可是老师让他继续画 一连几天都画这个鸡蛋 老师呢看出他的烦躁 意味深长的说 哎 这个蛋可不简单 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蛋 而且即便是同一个蛋 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 光线不同 它的形状也不一样 达芬奇这才恍人大悟 哦 原来我们以为的世界 只是视觉中的世界 但其实世界的精妙之处在于 那些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东西上 那怎么触及那些 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东西呢 于是他就费寝忘食的 训练绘画基本功 然后学习各类的艺术和科学知识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打下了基础 让他触摸到了 常人无法触及的世界 所以长大之后 他在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也就是发明 还有雕刻 音乐 数学 生物 物理 天文 地质 医学 机械 建筑 军事 水利等等方面 都有很多的成就 也许是画蛋 让达芬奇参透了世界的奥秘 之后他喜欢画人像 他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位 人物肖像画作和照相机拍的 几乎一模一样的画家 然后一通百通 对各个领域的知识 几乎就是无师自通 是人类历史上 绝无仅有的全才 既多才多艺 还勤奋高产 保存下来的手稿 大约有六千页 甚至在文艺复兴时代 他就能和现代人 有很多相似的观点 这实在太吓人了 所以说他是神仙一样的人 据说达芬奇的智商 在两百左右 但智商这个东西 只是基础 还有比他智商更高的 但成就和对世界的贡献 以及影响 都远远不如他 达芬奇其实靠的 主要还是勤奋 达芬奇的这么多个领域 都有建树 那他的时间够用吗 他的身体扛得住吗 达芬奇离世的时候 67岁 而15世纪 欧洲人平均的寿命 在40到50之间 所以说达芬奇 在当时来说很长寿 可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他发明了一种 叫做达芬奇睡眠法 来提高工作效率 具体来说 就是每工作4小时 睡15分钟 这样呢 一个昼夜花在睡眠上的时间 累积起来不超过一个半小时 从而争取到了更多工作的时间 这听上去就很惊悚了啊 人一天睡眠不足两小时 身体瘦得了吗 有科学家对达芬奇睡眠法 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一些合理性的结论 这个达芬奇睡眠法呢 又叫多项睡眠法 首先呢 自然界当中 几乎所有动物的行为 都是多项复杂性的 而且多项睡眠 是人类婴儿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睡眠方式 只有在长大了之后 儿童才逐渐的被断绝了午睡的概念 此外呢 当人们与外界环境隔绝联系之后 保证无法从自然因素 比如阳光 或者是人为暗示 比如说这个电视节目停止了 钟表的时间等等 来判断实际时间的时候呢 将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短暂睡眠行为 而非保持只有夜晚才发生的单项睡眠 简单来说 单项睡眠就是定点 我到了时间就睡 而多项睡眠是我有需要就睡 还有呢 就是小睡一会儿 打个盹 也就是短时间的睡眠 比起长时间的睡眠来说呢 在提神醒脑方面更为有效 但很遗憾 我们似乎都已经忘了这种符合生理 自然天性的睡眠方式 维持着一成不变的 晚睡早起的作息习惯 达芬奇使用这种睡眠方法之后呢 后人又由此衍生出来 其他不同种类 不同形式的一个睡眠计划 比如有一个叫Everyman的睡眠计划 这里不赘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 多项睡眠这种方式 在开始的一到两周是很难接受的 测试结果表明 受测试的人并没有受到过这种 把睡眠分散成若干个小睡眠片段的方式 多睡眠方式需要一个计划表 这样呢才能够协助完成 几年前 意大利著名的生物学家 克拉胡迪奥 参照达芬奇的方法 对一位航海运动员 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 类似的睡眠实验 测试结束之后 这名运动员的逻辑思维 和记忆运算能力 都是完好无损的 这就说明 达芬奇睡眠法 不仅能够满足机体 代偿功能的需要 而且还预示着利用人体 生理潜能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 在大约二十年前 有一位画家 就用这个方法 进行了亲身实验 证明了他的有效性 可是呢 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又回归到了 正常的八小时单项睡眠 被问起原因 这个画家说 自己不是天才 他不知道 多数的这些时间 用来做什么 所以呢 就恢复到了八小时睡眠 所以以后 如果在朋友圈看到 有人抱怨时间不够用 你可以推荐这个 多项睡眠法给他 这个睡眠法 让达芬奇拥有了很多的时间 于是他就用这些时间 开始探索这个世界 1460年 达芬奇跟随父亲 来到佛罗伦萨 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因为小时候的绘画天赋 父亲送他去学画 师从著名的艺术家 韦罗基奥 韦罗基奥的作坊 是当时佛罗伦萨 著名的艺术中心 经常有意大利的大学者 在这里讨论学术问题 所以在这儿呢 达芬奇就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的艺术家 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 开始接受熏陶 在学画期间的达芬奇 参与安装了佛罗伦萨 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穹顶灯塔上的巨型铜球 佛罗伦萨圣母玛利亚大教堂 是文艺复兴建筑的开端 达芬奇在安装穹顶灯塔上的巨型铜球的时候 亲眼目睹了三速提升机等机械装置的效率 这次的经历让他对各种机械系统装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设备呢 是一个叫布鲁内莱斯基的建筑工程师设计发明的 他在当时很有名 他的机械系统设计理念 对达芬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呢 当时有一批西耶纳的工程师 设计了一种外形像船的 河道的淤泥挖掘机 用来清除潜水口的泥沙 还有一种能够提高装载量 又加快行驶速度的讲夜船 等等这些当时的发明 让达芬奇对机械的魔力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自此 达芬奇开始钻研机械世界 不久之后 水下呼吸装置 拉动装置 发条船动装置 滚珠装置 反向螺旋 风速剂和陀螺仪就出现了 这些呢 都是达芬奇的发明 达芬奇认为大自然才是人类真正的老师 为了认识自然 认识自己 达芬奇有一段时间的兴趣是在人类自身 他解剖了几十具尸体 对人类的骨骼肌肉关节 以及内脏器官 进行了精确的了解和绘制 不过呢 解剖学的研究 在当时并没有给达芬奇带来声誉 反而是遭到了无数的诽谤 这个呢 和当时全社会的一些这个伦理道德有关系 那在对人体有了深入了解之后 达芬奇结合了解剖学和机械系统 才在手稿当中 绘制了西方文明世界的第一款 人形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 有木头皮革和金属的外壳 达芬奇用下部的齿轮作为驱动装置 由此通过两个机械杆的齿轮 再和胸部的一个圆盘齿轮咬合 机器人的胳膊就可以挥舞 可以坐或者站立 而更绝的是 再通过一个传动杆和头部相连 头部就可以转动 甚至开合下巴 而一旦配备了自动骨装置之后 这个机器人甚至还可以发出声音 原来5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机器人的雏形 此外呢 达芬奇还设计出了一套做心脏修复的手术 在2005年有一名英国的外科医生 还利用达芬奇当年设计的方法 做了心脏修复手术 而且成功了 达芬奇医生一共绘制了一万多页的手稿 现存的有六千多页 至今仍然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的科学研究 这些手稿也被称为15世纪科学技术真正的百科全书 很早以前达芬奇就对当时的四轮马车不满 所以达芬奇发明了汽车 这个发明为后人点燃了现代汽车发明的灵感 当时呢 达芬奇汽车的一个动力设计 就是在汽车中部安装了两根弹簧 人力转动车的后轮 使得各个齿轮相互咬合 弹簧紧绷就产生了力 再通过杠杆的作用把力传递到轮子上 有了动力 连制动系统达芬奇也想到了 他在车上安装了一个圆盘装置 圆盘表面设置了很多方形的木块 和每个轮子连接的铁杆的另外一端和圆盘相接 这就是用于控制车速的装置 圆盘上放置的木块数量越多 与铁杆之间的摩擦力就会越大 阻力就越大 轮子的转速就越慢 行驶的距离就越长 达芬奇还有这个刹车装置 位于齿轮之间有个木块 拉动绳索把木块卡在齿轮之间 车就可以停止 不过呢 这个汽车不能载人 因为仅靠弹簧的动力 根本无法行驶很长的距离 但在当时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达芬奇还把这个弹簧 巧妙地运用在了钟表设计上 后来大型钟表采用的原理 就是出自达芬奇的设想 只是在这个设想当中 弹簧的弹力被物体的重力所代替 物体向下的重力通过众多齿轮 咬合作用被均匀地传递 钟表便得以保持匀速运动 除此之外 乐器 闹钟 自行车 照相机 温度计 烤肉机 纺织机 起重机 挖掘机 等等等等这些的雏形 都是达芬奇发明设计的 而这些发明设计在当时如果发表的话 足足可以让世界科学文明进程 提前一百年 在军事领域有很多的发明 比如子母弹 三管大炮 坦克车浮动的雪鞋 潜水服 潜水艇 滑翔机 扑翼飞机和直升机 旋转浮桥等等 2008年4月 在瑞士西部的帕耶那 36岁的瑞士人奥利维耶 就使用达芬奇设计的金字塔形的降落伞 从距地面600米高的直升机上跳下来 而且成功了 就算是现代人穿越回古代 也未必能画出这些设计手稿 所以即便是在今天看来 达芬奇确实是像神仙一样的人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